雖然它不是日治時期的木構造的建築 但是它其實已經陪伴了我們60年 然後在拆聚益所的時候 其實我們獲得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要拆掉這個救世公所的時候 首先在議會的時候 我們幾位老的議員 像張榮藏議員 蔡榮豐議員 首度我聽到了他們的發言 希望這一棟能夠保留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的議會跟市政府是合在一起的 這些老議員他年輕時候的問政的經歷 就在這棟建築物裡面發生 那文化局在明年的時候 我們會辦一個座談會 我們會把全台灣好的活化再利用的案例 跟大家介紹 那在那個座談會的時候 我們也會開放更多更多的討論 希望所有的市民能跟我們大家 一起來思考 所有的古蹟跟歷史建築 歷史文化到底能夠給我們帶來什麼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先來收聽 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事新聞議題中心 PN公民行動已經進入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 我們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每個禮拜天的晚上9點半 我們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的網站 我們會有直播 之後會在公公的網站 會有完整節目的播出 我相信看到我們畫面的朋友 我們應該覺得 我們今天比上個禮拜更特別 我們上個禮拜是在 嘉義市人文關懷協會的辦公室 我們來談嘉義市的 所謂的歷史建築 以及城市發展之間的 曖昧的糾葛 或者是裡頭的恩怨情仇的關係 不過我們今天要到的一個現場 在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樣的一個建築物 就是在上禮拜跟大家提到的是 嘉義市有一群朋友 他們正在努力的要去搶救 嘉義的舊事工所的建築的本體 我們在這個建築的本體當中 要來跟他談 為什麼要來搶救 這個所謂的舊的事工所 以及這個舊的事工所 他到底在嘉義的歷史上面 或是未來的發展上面 他到底可能是有什麼樣的意義 今天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嘉義市人物關懷協會的理事長 同時也是長期參與台灣的 嘉義的這個所謂的 舊文物的保存 歷史保存的建築師 陳世安 世安你好 館老師好 上禮拜我們跟大家提到說 在這樣的一個歷史的發展 在這個所謂的城市發展之中 我們看到嘉義市有很多的 這個歷史建築 其實都是被拆掉的 而拆掉其實最後留下來空地 那少數有一些比較好一點的保存 大概就是所謂的嘉義舊間 那所以到底這個嘉義市公所 這個舊的市公所的秘運 跟舊間 它會是舊間的或是舊的軍藝所 恐怕現在還是在一種未定之天的狀況 不過我想談谷基保存 很多人就會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那這個房子到底漂不漂亮 這個房子到底有沒有它的價值 坦白說啦 我們看到這棟建築的外觀 它其實沒有像舊的軍藝所 它所巴洛克的建築 或者很多地方什麼扇形車站 它有一些比較特殊的這種所謂的建體 說實在的你從外觀看 它其實就是一個很普遍的 和普通的這種所謂建築物嘛 那為什麼還要去保存它呢 OK 那這棟建築其實是1954年啟用的 那在我們 其實對於這棟建築物 我們是慢慢去挖掘啦 慢慢去挖掘 對它了解更多的時候 會比較清楚知道說 這棟建築物到底對嘉義市來講 它的一個重要性在哪裡 那1954年其實距離戰後沒有太久 還不到十年的時間 那當然嘉義市我們如果說回過頭去看 我們開始進行這個所謂的地方自治 台灣實施地方自治 其實是1950年 1950年才開始實施地方自治 那嘉義市工所的成立 其實是在1950年的隔年才成立的 因為那時候已經開始變成縣霞市了 那縣霞市之後成立成立市工所 可是那時候市工所其實沒有一個辦公的地方 他們都是利用以前日本時代留下來的空間 在一起去使用 那但是那時候就會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那時候的地方的人士 大家會覺得說 那既然成立市工所 還是要一個比較正式的辦公的場所 所以他們就極力的推動 要蓋嘉義市工所這樣的建築物 那後來經過一般波折 最後是決定選在這裡 但是那時候這塊地也不是公有地 它其實是私有地 所以是透過那時候的市長 就是賴淵平 他是嘉義市的第一任民選的市長 因為之前都官派了 他是第一任民選 那他來投入推動這個工作 是他很重要的一個計畫 一個工作目標 那所以說他就把這塊地先透過取得 先購買取得 是那時候用很便宜的價錢 一瓶一百塊這樣去購買 那購買了這塊地之後呢 他就開始在這邊興建 那時候設計也很特別 他那時候設計不是說 像我們現在這樣子找一個建築室事務所 然後去設計 他的方式其實是找台灣省政府的建設廳 公共工程局 去設計這樣的建築物 然後再發包給那時候的賈吉營造廠 來興建 這相關的資料目前也都取得了 然後那時候來蓋這棟建築物 所以說距離日本時代結束沒有很久 所以後來我們對這種建築物了解才發現 比較知道說為什麼他會蓋成這個樣子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那時候其實主要流行的這個方式 就已經比較是現代主義風格 就是比較接近我們後來所看到的 大概比較機能導向的 他不再追求華麗的裝飾 這個像嘉義市的這個火車站 也會有類似這樣比較 啟合快體的這種設計方式 那他展現他的設計跟技術的部分 會在他的一些比較細節的地方 也就是說他本身外部是一個功能性的 這種所謂的考慮 對 比較簡單的 那當然另外一方面就是 戰後的經濟狀況其實並沒有很好 所以那時候用的造價是比較低的 以我們現在來講 是那個時候的73萬 這樣的一個價錢 其實是現在來看其實當然是匪夷所思 現在動不動就要蓋幾億 那時候是73萬來蓋這樣的建築物 那時候在興建的這個 這個過程裡面 他其實是很 就是第一任的這個市長賴恩平 他是很激勵的去 要求裡面的一些施工的細節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這種建築物 他經歷過至少兩次的大地震 包括白河大地震 跟之後的921大地震 比較多人知道的 那其實後來我們進去看 他的結構部分是都還OK的 所以說可以看得出來當初施工是還不錯 OK 所以從當時的這個 蓋的那個當下 其實他有幾個重要的一個意義 這個重要的一個是戰後 戰後其實嘉義市 他才開始有自己的這種所謂的行政中心 也說在所謂的中華民國政府之後 他有這樣的一個行政中心 那這個行政中心 這個在蓋的時候 其實並不像過去 比較是屬於華麗式的外觀的建築 反而更強調他的機能性 以及他的這種所謂的功能性 而這功能性跟機能性 其實也反映出當時的 這個所謂的經濟的情況 我覺得這其實從這個外觀 事實上就有很多的歷史故事都可以談 那你特別談到說在內部的話 在內部的建築體 雖然我們現在沒有辦法進去 以後有可能會開放 不過之前也拍了一些照片 也許待會我們可以看得到 那進去在這個空間裡面 他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 其實我們會看到就是說 剛剛講的 因為他的興建年代跟設計的年代 也就是說他實際上的那些施工人員 跟設計人員 根據我們的推測 很有可能他都是這個 受日本時代的這個建築訓練 建築教育的 這些培養出來的建築方面的人才去做的 所以他裡面我們看到的是很多 跟1950年代 或者說1960年代的台灣 應該說真的更早起一點的那種 日本時代的這種周廳 這種算是公共的這種辦公建築 所使用的手法會很類似 像裡面我們看到他的那個木頭的拉窗 他是用那個平衡槌 我們希望說 日後有機會大家是可以實際進去看 那會更清楚 然後他裡面的一些細節 比如說他的收編 還有他的一些收頭的這種做法 像其實我們外面看到 也可以看到一些 像上面的這個燈具收編的這種做法 這都是那個時候的一個代表性的做法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從這個建體裡面的小的細節 來看到過去的工藝技術 跟現在工藝技術的不同 在中華民國政府之後 跟日治時代那個工藝技術的差異性 那其實在民主政治的發展的歷史上面 嘉義市一直被認為是一個民主的勝地 那這個在所謂的戰後所蓋起來的這個建築物 那對於當時的整個台灣的民主政治的發展 有什麼樣特殊的關聯性嗎 其實可以這樣講 當然他對嘉義市來說 他就是一個地方自治 我們開始透過民選的方式 民選首長的方式去管理自己的城市 提出對自己的城市的意見 我覺得他是一個地方自治史的一個起點 我覺得他有這樣的一個含義 那另外當然嘉義市在蠻早 就是說就開始有一些 跟所謂的那時候的以國民黨為主的 這樣的一個就是統治體系 有不對盤的這種方向 所以後來我們很長期是用一種黨外的 這種支持黨外的政治人物 所以才會有一個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民主勝地這樣的一個稱號 他最主要就是因為從許世賢時代開始 他開始是一個比較黨外的這種性格 去做一個地方政治人物的一個 應該說這個地方的選民的投票的傾向 我覺得這棟建築物 他在那個時代開始就有這樣的一個象徵 所以在這棟建築物裡面 他其實也記載了歷任的嘉義市的市長 包括許世賢包括其他的人 他們在這裡所做的一些政治的決策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像高雄市 或是在很多地方 他們舊的市政府他們都是留下來 那民眾可以去參觀 然後去參觀之後也可以看得到 哇原來這個在台灣的民主政治的發展的過程當中 嘉義市他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我覺得這倒是一個還蠻重要 不過這裡面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 我們看到很多的現在的這種所謂的 這個行政機關跟民意機關他都是在不同的建築物裡面 那聽說嘉義市政府跟嘉義市議會過去是在同一個地方合屬辦公 這很特別的一種在我們現在看起來是一個很特別的一種 一種做法或是一種經驗嗎 當然最早的時候就是市公所跟市民代表會 就是市代會 所以當初這棟建築一開始使用 它正式啟用 就是市公所跟市代會在這裡面同時間的運作 我覺得這個在後來即使是到了市政府 升格之後變成市政府跟市議會 其實我們會看到輔會之間的溝通的距離是非常短的 我們所謂的距離是指空間上的距離 根據我們之前 這樣感覺比較好喬事情的樣子 就是很特殊的文化 就聽過之前的那個裡面的工作人員跟我們講過 他們之前要去市議會溝通是拿著東西 比如說拿著公文就走路過去就到了 這跟現在這種距離很遙遠 然後特別要去 或者是現在某種對立的關係 那種政治的態勢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或許 或許這個也對於嘉義市的這種 民意機關跟行政機關 在那個年代 搞不好養成了某種默契或者某種互動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或許對嘉義市來講 在這個方面是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值得再去研究 所以不管從這個建築的外觀 建築的內部的一些所謂的施作 或者是民主政治的發展 甚至剛剛談到的在台灣傳統的政治 所謂的民意機關跟所謂的行政機關 那種所謂的非常微妙的關係 在這種建築物裡面 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到非常多的 這種痕跡或是很多的故事在裡面 那當然市政府他其實在8月說 我們這個要把它拆掉 然後要重新招標 在那個之後其實包括台灣圖書室 包括嘉義人文官外協會 包括導呼測電等等的 很多嘉義的文化社運團體 其實都非常的憤怒 然後也開始做一些行動 你們在這過程當中 到底做了哪些的搶救的行動 而市政府或是市議會他們的反應又是什麼 其實我們一開始做的方式 我們希望因為這裡已經長期的閒置 我們希望能夠帶動大家去了解這裡 那我們第一個做的方式其實是清潔環境 我們開始把前面的圓環做一個整理 那之後呢 我們就利用這個圓環周邊的空間 我們就算是跟它租用 然後辦那個市集的活動 因為我們覺得市集的活動是一個比較中性的 比較中性的那種活動 它不是一個比較對立型抗爭的活動 先讓大家來認識這個環境 我覺得讓大家有一個機會 在這個空間跟它做一些互動很重要 所以我們選擇在它前面的這個廣場 來辦這樣的市集活動 那當然最重要還是藉由這個市集活動 它可以讓民眾來了解 然後它也可以做一些討論 我們就這個是在這個市集裡面有達到的一個功能 那市政府或者是市議會 我們知道他當時的態度是希望把它拆掉 那其實也不少的市議員也會覺得說 未來可能會有面臨到財政困難的問題 那市議雖然不知道有沒有 可是至少未來可能是存在的這一筆錢嘛 那他們後來在你們一系列的活動之後 他們後來反應是什麼 有什麼不一樣嗎 有什麼改變嗎 其實一開始在討論的時候 我覺得也蠻有意思 就是說 正常來說本來就會有支持跟反對的聲音 有兩種不同的聲音 那當然在市議會的部分也是一樣 它也有支持也會有反對 但是也會有支持的議員 所以當初我們在一開始的這個記者會 跟包括到後來的這種互動 其實都還有一些市議員他們是支持的 當然大家我們覺得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在87到92年中間 其實市政府又針對這塊土地 他要去標售 其實當時候為什麼我們會贊成說 要拆除 要拆除的原因 然後讓市政府去標售的原因 其實最主要是在於說 議會認為說 大部分的議員都認為說 因為我們家一次 還有許多的一些基礎建設 都還沒有做 其實一個城市必須要有文化 它相對的就會帶來經濟效益 那正在我的立場 我認為文化是必須有保存的價值 這一點是必須要重視的 若古蹟認定為試定古蹟的話 然後看要怎麼樣的去採取BOT案 然後如果說是沒有被認定的話 沒有被文指揮認定的話 有可能就是拆遷 然後進行拍賣環那種地方 當然大家我們覺得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提出我們的看法 那我們是希望把這樣的一個討論 把它開放 就是說我們要創造的是 有討論的機會 包括像未來如果可以開放進去 我們覺得都可以減少到一些大家的猜測 比如說有人會說 自動是不是微樓 那其實是不是微樓 如果經過一個鑑定 那經過大家實際上 看過OK 那事實上 就可以去除掉這樣的疑慮 那甚至說 對這個空間 它未來是不是可以怎麼樣去使用 我想都會比 實際上能夠走進去 來討論 都會比大家只在外面猜說 它可以做什麼 或者不能夠做什麼 會更好 所以其實這是我們在推動的過程裡面 逐步希望去達到 當然目前的互動的情況是 還算是在我們的一個理想的情況下 就是它可以逐步的開放 我想這個大概在過去是比較少的 就是說能夠 市政府它也接受 它也接受把這樣的一個空間 至少大家可以進去 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的 好 在這個討論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也知道一個 歷史的這個建築物 它可能包括 歷史建築物 或者是它可能是一個古蹟 或者是有很多不同層次的 這種所謂的鑑定 我不知道市政府後來 有沒有去做相關的這種所謂的鑑定 因為我們在上一集的節目當中 發現他們其實對這個東西是不在意的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回到我們節目現場來看 這個歷史建築 到底市政府後來的態度是什麼 它有沒有什麼可能改變 以及未來 雖然你們想要是公共討論 我相信你們自己有一些想法 那個想法可能是什麼 我們再來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要保存的 問題是文化是硬體還是軟體 我們要保存的是 空小的老市長留下來的精神 還是記憶 還是我們的感情 還是說 這個硬體給我們的感情 文化也不是說全部都是舊的才是文化 其實世界以前都沒有文化嗎 文化是不一定保留下來 但是文化 可能人家想到許四年是說 它創造的那個昆水層 文化也是要創造的 文化是活的 那第二個文化是要永續的 不管我們角度是怎麼樣 我們要緊密在一起 不管你反對也好 這個贊成也好 我們一定要緊密在一起 我們才能為整一個圓滿的這個 這個公共議題 但是我們也應該更積極的方式來講 剛剛市長也提到說 我們要創意 我們要胡思 我們要用這個精神的一個保留 我們不是一個空間上的一個保留 我們要把它發揚光大 我們要把這個死官 我們放到未來的這個幾百年這樣 所以我們後面那個八棟的部分 我們就第一拜前天就有錢了 六十個工作天 把後面不相關的部分就拆了 那當時那個政議員提到說 那我們也準備 市長講說我們這個 我們大家一起來 因為是公共的嘛 來整一個環境 到時候我們也會公告在我們市府的一個 網站上面好不好 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惠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嘉義市公所 舊的市公所的這個現場 因為我們要來談在嘉義市發生的一個 文資保存的這個爭議 那我想這個文資保存的爭議 在很多台灣的各個不同的縣市 其實都會有類似的情況 不過在嘉義市這個文資保存的建議 爭議其實也像很多的台灣很多地方的古蹟 或是歷史建築 它其實承載了非常非常多的這個歷史的記憶 特別是當它是一個過去的行政中心的時候 它恐怕也跟台灣的民主政治的發展 有很大的關係 今天在節目的現場 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建築師陳士安 來跟我們一起分享 士安你好 主持人好 我們在上一段節目當中 有談到了這棟建築物 不管是從它的外觀建體的這個部分 或是它內部 或是它的歷史的發展 其實我們都知道它是非常具有意義的 如果我們能夠把這個建築物保存下來 我相信我們在談很多的鄉土教育 這根本就是一個非常活的 非常實用的教材 不能夠鄉土教育 先到晚在看老照片 那實際的這個體 這個所謂的建體 恐怕它更有感覺 或者是它更能夠融合 融入到這個實際的生活當中 那當然這個過程當中 嘉義市的一些相關的團體 文化團體 社運團體 包括台灣圖書室 包括嘉義人文 包括關懷協會或是導呼測電等等的 這些團體其實也都投入了 在這個所謂的搶救的工作裡頭 市政府後來的態度 看起來是願意跟你們談 可是他們有把這個願意來去做 所謂的古蹟重新來鑑定嗎 或者說它是不是一個 歷史建築的相關鑑定 然後我們有可能讓它有 重新開始的機會嗎 他目前的身份 因為在一開始 我們其實就有跟市政府 跟文化局 提出這個歷史建築登陸 就是我們也希望賦予它一個 文資的身份 然後當然在那時候的會議 8月20號的會議 討論的結論 他們也召開相關的這個審查會議 結論就是暫定古蹟 那暫定古蹟在台灣 當然就是文資法裡面 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法令 它最主要針對就是說 有歷籍性的 拆除危機的 但是呢 它的身份跟價值 可能還沒有辦法馬上確認 就做一個暫定古蹟的 這樣一個動作 當然暫定古蹟在文資法 賦予它的身份就是 嗜同古蹟啦 但它期限是6個月 那得延長一次加起來是1年 所以它目前是可以到明年的 這個3月7號之前 都還是暫定古蹟的身份 就是還算是不會 遭到這個拆除 的這個問題 那期間之內或許會再進行審查 那目前當然也有在做一些相關的 這種後續的這個調查研究 希望用它的資料可以更完整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推動這樣的一個 文資身份的確認 是目前在記憶在做的 雖然你在剛剛的訪問裡面 有提到說 希望你們辦了一些論壇 然後也希望大家能夠 對這個地方提出一些未來想像 但是我坦白說 作為一個文化保存團體 它不可能是對這個建築物 未來是沒有任何的想像的 那在基於所謂的一個城市的發展 或是很多的市民覺得 公共空間的需要 或者是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們就是會面臨到 經濟上面的問題嘛 那或者是有人覺得說 我這裡就是要有一個好的 這種所謂的消費的空間 那這些不同的意見 你們要怎麼去整合 或者是說這些不同的意見 你對於這些不同的意見 你們分別的看法又會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大概基本上 我們會希望用兩個方式去 去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在市集的這個活動裡面 每個月市集活動 我們都會做收集意見的這樣的動作 就是我們希望讓民眾可以提出來說 他希望這棟建築物可以變成什麼 但是因為這棟建築物它未來變成什麼 其實並不是說 我們這個保存團體希望它是什麼 它就可以是什麼 當然也不是說民眾他自己覺得它是什麼 它就是什麼 它最需要是什麼呢 它最需要的是 能不能夠有足夠的時間 跟足夠的機會 我所謂的機會是指那種很正式的 可以有一個官方跟民間 不同的單位代表的 去針對它的 對它未來的這種再利用 如果保存已經是一個確定的事情 那討論它怎麼樣再利用 其實可以是另外一個更有趣的事情 那我們希望說在過程裡面 把公共參與的這件事情 一定要放進來 我們希望我們能夠做的事情 是讓更多的民眾去接觸這個空間 然後去討論 去提出它的意見 而不是只有 我們過去可能看到一些覺得 少數的保存團體 或少數的這個所謂的文實工作者 在關心這樣的事情而已 因為我們覺得對於家醫師來說 它會影響到的不是只有 它關心歷史的人才會被影響 事實上對一般民眾 甚至說比如說對小朋友 對於那些可能沒有發言權的人 他們是不是有利用到這個建築的機會 我想那個都是有的 那只是說怎麼樣在這個過程裡面 把那個部分帶進來 我覺得會是我們現在 會積極想要去做的 包括未來的開放 怎麼開放 然後在開放的過程裡面 要討論哪些事情 要能夠看見哪些東西 然後去了解它 我們覺得說這個是可以再跟公部門 然後跟其他的這個相關的團體 或者說想要了解它的人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需要再去做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過程 就是在台灣很多的就是從 古蹟保存 文資保存的 這些運動裡面 常常會看到一種作用 就是有另一個專業取代另外一個專業 那這個專業跟轉業取代的過程當中 它到底跟市民之間有什麼關係 因為畢竟是所有的人都在這裡共同的生活 我們常會看到很多的公園 它事實上都是一些專家來進行規劃 可是真正當地的使用者 他其實不見得覺得喜歡 或者是不見得能夠去參與的這個過程 那當然我們也要在這個過程當中 也許要去看其他地方 或者其他區域的一些案例 也許我們不用去談 其他國外的例子在台灣 有哪些例子是你們覺得說 是在這種所謂的舊的建築物保存 但是它又有一個很好的 這種發展的可能 這個發展它未必只是一個經濟的發展 它跟文化 或者是跟所謂的產業 微型的產業等等之間 它有某種的關聯性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例子呢 OK 其實在台灣我們目前 其實這種案例也蠻多的 只是說就我們目前 是希望跟大家去談的 比如說像臨近的地方 因為我們希望是說 要告訴嘉義市民 其實在附近的地區 就有哪些地方你可以去看 比如說往北 我們可以去到雲寧的這個虎尾 就這種所周知的 就是說虎尾他們這幾年 在這種過去他們日本時代 所留下來的一些公共建築 他們把它再利用 那有幾個不同的一個標的 比如說像虎尾的這個布袋戲館 然後河童聽社 跟虎尾的故事館 他們都是以前日本時代的這些建築 把它給再利用 那這裡面會談到的就是說 虎尾比如當地的這個 地方政府 它怎麼樣子要去推動 這些建築物再利用的那個概念 這個是一個單動建築的想法 然後它跟它再利用的模式 我覺得那都是很值得我們去參考 因為比如說是不是要變成書店 變成咖啡館 或者是變成其他的 可以結合地方特色的 比如說虎尾 為什麼不帶戲 那可能跟當地的這種特色有關 我覺得有一些東西 其實是可以跟當地的這種環境 跟它本來的這種歷史文理做結合 那另外一個案例就是往南一點 就是嘉義市我們就去瀑子 其實也都非常近 虎尾跟瀑子距離嘉義市都不到一個小時的車程 那我們去到瀑子的時候 我們大概今年比較去注意到就是說 瀑子市他們在長期 因為雲科大的蘇明修老師 他們有在做一些 整個算是歷史街區活化的這樣的推動 那今年他們其實爭取到了 相當好的機會去做一些發揮 那但是這樣發揮的一個前提是 他們把整個瀑子市 做了一個充分的了解 然後也把他們歷史的這些資源 可以怎麼樣去整合 做了一些不同層次的這種分類 跟分區的計畫 那它帶來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瀑子市可以以 這樣的一個歷史資源的這種基礎 去做一個城市發展一個很好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看到的是 瀑瑋有單棟的這種建築 那瀑子有一個整個區塊的 那我覺得對嘉義市來說 這都是值得參考的 因為嘉義市我覺得在這方面 都非常的欠缺 可是你剛剛談到說 瀑瑋它可能會跟當地的傳統的產業 或是它歷史去做某種的結合 那會跟當地的一些文化 人文去做一些結合 如果回到嘉義市的這個歷史來看的話 那這棟建築它未來有可能是 跟什麼樣的歷史 或是跟什麼樣的過去的記憶 文化去做結合呢 其實我覺得嘉義市過去 在日本時代有一個很重要的空間 它叫做公會堂 那是一個公民在聚會跟辦活動 以及討論公共事務的空間 它不是一個小型的空間 它是一個蠻大型的空間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救市工作 我們一直覺得說 它一直有一個很重要的公共的意義 因為它是一個公共建築 它是開放給市民 開放給為了服務這個城市的公務員來使用的 所以這個公共價值 我們覺得是需要重新去建立的 然後它裡面的空間 其實最主要就是辦公室的空間 跟它一個禮堂的空間 那禮堂其實可以容納的人數會比較多 那我們覺得說未來 它這裡可以再變成一個可以讓市民進來使用 甚至說租用 然後可以進行一些公共討論 特別是在它這個地點 它這個地點其實是市區 其實算是蠻方便的地方 交通也便利 然後你要到達也很方便 所以我們希望說 它不要只是一個單一性的功能的地方 它還是可以再走向一個比較複合性的 特別是它裡面可以讓比較公共事務的東西 再帶回來到這個建築裡面 我們希望它不要是一個純粹的商業化的空間 但是它也不要只是一個單一機能的空間 它可以是有比較複合性的 特別是把過去像工會堂這樣的一個 公共討論、公共事務的這個機會 帶進來的時候 我想對於市工所它的再生 我想它的意義會更好 它就不會只是一個單純的一個R 它要做什麼使用機能的設定而已 它可以再回到這棟建築本身的歷史去看它 不過一個房子要保留下來 它們坦白講它是容易的 但是我們也看到很多的這種歷史建築保留下來 可是它非常大的問題就是之後的維護 之後的營運 那這個之後營運維護它實際上是要很大的成本的 不管是人事成本或者是其他各式各樣 辦活動也是需要錢 以家一式的財政的狀況 它有辦法去支持這樣的一種 這樣的一種所謂的空間的持續的營運持續的維護嗎 那在這過程當中 如果沒有辦法去持續的營運持續的維護 或是沒有辦法讓它有好的發揮 會不會又變成是另外一個文職管 結果又到時候想說 你搶救下來 那還不如變成空地 還不如說直接把它賣掉 不是更好嗎 所以說這個部分也是在 我們在這幾個月推動過程裡 也不斷的會有民眾提到這樣的問題 留下來要做什麼 然後留下來之後 它能夠怎麼樣去使用 有錢嗎 這更重要的一個問題嘛 會不會變成文職管 就類似這樣的一個討論 都一直存在 那我們會覺得說 其實在嘉義市 既有的 已經在利用的空間裡面 就會有這樣的空間 就是比如說公有的 即使它已經是營運的 大家都會覺得它有點閒置閒置 像比如說之前看到的那個文創園區 或者說某些比較低度使用的空間 甚至說有些民眾會認為說 藝文空間就是很少數人在使用 大家不會覺得那個空間是一個活化的 最好的側面 其實我覺得說在這方面討論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那到底什麼是民眾的需求呢 我覺得這個一直是一個模糊的東西 到底大家對於這個城市裡面的這種空間 是不是政府提供的是我們不需要的 我覺得說很多文職管的行程是說 它是因為它很好 然後大家不知道而已 還是說它 它其實根本就不是一個契合市民需要的東西 然後市民需要的東西 是不是又真的可以等於一個商業空間 我覺得這個是需要再回到 剛剛我們希望的那個討論的機制 我們希望說能夠有時間去做這件事情 而不是說把它很單純的去簡化 我剛剛講就是說 它不要是一個填充題 我們覺得它也不是一個是非題 它應該是一個生論題 只是這樣的事情應該要給它討論的機會 我們一直覺得這種討論的機會 在過去不管保存成功的或保存失敗的 這種討論的機會都是最欠缺的 可是你這樣會不會太理想呢 討論了半天 大家提出很多的想像 結果師傅跟你說我就沒有錢啊 那我的財政就是困難啊 那怎麼辦呢 我覺得說軟體的經營 它其實本來就不是一個容易去做到的東西 那如果說財政的這種問題 我們會希望自動建築 它可以有某部分是可以自給自主的 我們覺得自動建築是有這個條件的 它不是一個完全要仰賴 大家公部門的這種經費來支持才能夠營運的 事實上在國外或在台灣其他地方 我們都可以看到這樣的案例 它本身是可以有一些自給自主的這個設定 就是這個空間裡面 剛剛為什麼說它是複合式的 它不是所有的空間都是只能夠仰賴支持 它也必須有某些空間是可以自給自主 比如說像我們看到的一個很有趣的東西就是說 在市集的這個活動裡面 我們看到了一些在地的這種青年創業 年輕的創業者 他們非常需要跟民眾做接觸 然後在這個市集裡面 其實他們也得到了不錯的這個揮報 也就是說我們看到了一個小型的地方經濟規模 發展的可能性 而這種在地經濟是 又比那種很久才一次的那種的模式會更好 所以如果說這個地方是可以變成一個年輕人 創業者他去接觸民眾的一個平台 像剛剛前面講到 它這裡有很好的區位有很好的條件 其實我覺得每個地方它的成功或失敗 跟它的這個區位還是有關係的 那如果它是一個很容易讓市民去接觸到的空間 我覺得如果讓年輕人 可以在這個平台裡面 在這個空間裡面 它是可以去有這樣的一個 類似一個輕創的一個概念 的空間 不管它是一個工作室 或它是一個展出的地方 就像之前也有一些 嘉義這邊在地的學校 他們非常需要這種辦畢業展 或者是說辦這種成果發表的這樣的空間 然後那種空間是可以結合到一些地方的產業的培養 我覺得說不是說把所有的這種期待 都放在這種建築物 而是讓它變成一個平台 它如果有這樣的一個機會的話 我覺得它對嘉義是會有貢獻 嗯 我想這棟建築物的未來的命運是什麼 當然我們都很希望它保留下來 可是我講的命運 它絕對不會是保留下來 而是未來它應該怎麼做 那我覺得在這次的運動當中 很多過去的一些文史的保存運動 很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不是有一群專業者 不是一群社運團體 文化團體 他們只是單純的做搶救這件事情 更重要的是剛剛施安提到的是 它其實很大的一個地方 就是在意它能夠有一些公共的空間 有公共的討論 公共的參與 那這個公共的參與 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會什麼改變 我覺得它其實就是每一個人的事情 它絕對不會是只有 這些要搶救的文資團的事情 也不會是市政府的事情 也不會是市議會的事情 我想這也就是我們在所謂 談民主 在談所謂的公民生活 非常重要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今天非常謝謝 陳世安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也讓我們來看到 這個房子的過去的歷史 這個房子它特殊的 這種文化的意義 那也希望我們能夠持續的 為這棟房子來努力 也為了加意識 在台灣各個地方 類似的這種案例 我們都能夠繼續的 來做相關的努力 謝謝我們下禮拜 空中再會 掰掰